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为配合12年国教课纲,大学考招新方案于原定的110学年改至111学年,而为了缓解高中教学现场因申请入学导致学习干扰情形,招联会规划明年起就逐年为条,将繁星推荐及个人申请从3到5月延后至5到6月,作业时程从原本5周压缩至3周。 据最新资料统计,明年将有五成学校集中于第一周半里个人申请2阶珍视,甚至有一天最高达647校系,虽每名考生都能申请6所校系,但因冲堂考量,恐将被迫舍弃机会。 据联合报报道,为保障高三升完整学习,根据招联会微调的大学考招方案,将影响到现年高二升繁星推荐及个人申请均顺延一至两周。 而据招联会日前调查各校系面试需求时,发现严重冲堂情况,因此鼓励各校将办理日期定于平日周间。 根据106学年度个人申请指定项目统计,个人申请招生系组为2001系组,其中需指定项目征是由1812系,定于3月23日至4月22日。 等据最新统计显示,参与107学年度个人申请招生系组共2038系组,需指定项目征是由1833系,定于4月11日到4月29日仅不到三周时间举行,造成五成校所集中在第一周办理。 夸张的是周六,4月14日就高达647校系组办理二阶申士,未时仅不到三周的推真申请,在最后一周因为时程相对教感,因此多数学校盲感在前两周黄金周进行。 台湾大学副教务长张耀文表示,台秦交等校抢学生的情况将更加烈,冲堂情形将会因时程短而更严重。 招联会执行秘书纪清华大学教务长戴念华表示,明年推真申请虽然缩短为三周,但各校不限于周末才能办理面试,也可改在周间举行,并指出若明年事办后仍有一律不排除改为各校系筹签,公平决定办理面试日期。